我們這集要來講的就是現在的網站 搜尋情非常強調你的網站是不是有行動版 行動版就是有沒有手機的版本 因為傳統的網頁如果你沒有製作行動版 符合手機觀看的話字體會很小 需要在畫面裡面移來移去很不方便 所以Google就會針對 因為目前用手機上網的人有超過50%以上 超過半數 所以有時候甚至更高 可能到60-70%很高的比例 所以很多人會在手機上面去搜尋 在搜尋引擎上面搜尋關鍵字 Google它提供一個網站 就在這個網址裡面 google.com 後面是webmasters-tools-mobile-friendly 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裡面有一個行動裝置相容性測試 然後在這邊直接輸入網址 然後按分析 就可以知道你的網站適不適合用手機來觀看 那因為Google它本身就是搜尋引擎嘛 我們都是希望我們的網站容易被搜尋到 所以呢 在Google這邊的判斷程式呢就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在Google這邊的判斷程式是通過 通過它它認可你的你的網站是手機版 不然你每個人都說 我的適合手機版你自己講的算數嗎 不一定啊 那用Google直接來分析最準確 因為Google是搜尋引擎嘛 那我們希望在搜尋引擎裡面的排名能夠往前排 我們當然就要符合Google的標準 所以直接到Google的網站來使用這個工具 這個是網路行動懶人包的網址 然後按分析 這個時候它就會每一頁去做檢視 檢測出來它就寫 太棒了這個網頁與行動裝置相容 一旦你的網頁被檢測出來 這邊還有一個預覽頁面 一旦你的網頁被Google認定你是符合手機版本的 哇那太好了 因為從我記得從2015年的4月之後 好像那個大部分的網站 如果是手機版不能夠很順利的瀏覽的話 也就是說在這個檢測頁面是不通過的 那你的排名會往後掉喔 所以為了要爭取你的網站在搜尋頁的排名 比較前面 那就一定要符合它的規定 趕快讓你的網站符合手機版 那你看我這個網站 我們到這個網站去看一下 好 這個網路行動懶人包這個網站 為什麼我會教學生 全部都到這邊來駕站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方便簡單 所以我把它稱為網路行動懶人包 那懶人包就是希望簡單嘛 而且符合Google的規定嘛 這樣你以後容易被搜尋到 而且你要自己修改這個網頁的內容也比較快 因為你要做行銷 然後如果你網站的內容每次都要為外請人家修改 然後改一頁還有多少錢 改一頁還有幾百塊 甚至改一頁還有一兩千塊 那光是金錢的花費不講 光是時間的花費就很痛苦啊 因為來來回回它溝通花很多時間嘛 那我們網路行動懶人包主要就是教你 叫網站最快的方法 直接進去點一點修改 你看我的後台就是這樣子啊 後台就是這樣子啊 點進去就是修改文字啊 然後我放影片直接把那個簽入碼直接丟進去啊 有沒有這簽入碼直接丟進去 那影片就跑出來啦 然後你要放圖片這邊可以直接拉過來就可以放圖片啊 所以我網路行動懶人包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大家 架網站很快速嘛 架網站快速而且還要符合 Google的行動版相容性裝置 那這個網址你們就記起來這個網址 然後去這邊測試一下你的網頁 那如果譬如說我以前還有一個網站 這個是我以前用Gymra架的網站 那個年代2009年吧 那個時候架的Gymra的網站 是我們來分析一下那時候架設的網站 那現在其實Gymra WordPress都已經符合手機版了 只是說那個複雜度比較高啦 所以我在懶人包裡面我就沒有很建議網路新手去做 你看這個是我以前的網站 我以前做網站 然後你看文字太小不易閱讀 連結之間距離不太近 未設定行動版檢視點 那種寬度 他把這些不符合的都打XX OK 好我們去看一下這個網站 實際給各位看一下這網站 有沒有 這是我在2006年那個時候架設的網頁 這邊還有寫Gymra 那因為這是舊版的1.5版 Gymra1.5版的 那Gymra在2.5版之後就已經有符合手機的版本 不過他的後台真的是非常非常 非常有一點點複雜 所以我就沒有教這個 那Wordplace我以前有教 可是我後來也覺得既然要教學生做網路行銷 那我寧可教簡單快速容易上手 因為我們教行銷目的就是想要增加收入嘛 那你學個東西學老半天學那麼久 那你一整年都耗在那個架網站的工程 或者是花很多錢一錢就幫你架網站 那就失去了我們要網路創業的第一 第一門檻的目的 所以我一開始我就直接從未必開始著手 好很方便教你馬上把網站架起來 然後SEO又很好 為什麼SEO很好 因為因為Google剛剛測試嘛 連手機本來都相容嘛 所以呢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可以馬上去測試 假設你今天是花了錢 請人家幫你架設網站 那你來測試一下 如果行動裝置相對性測試沒有通過的話 趕快修改一下 不然的話呢 以後對你的搜尋盤名會不理想 好那今天就講到這邊